风际方向盘 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高岛沙发按摩椅 智能声控 动口不动手 哇 雨又来了 有的下大雨了 这个雨真的是像台风雨 以前台风我就有一个同行个人 整个场内大概20几台车 全部都被一块铁板砸得乱七八糟 不知道是哪里 台风天飞来一块铁板 然后那个铁板呢 整个晚上他就看那个监视器 那块铁板整个晚上都 dur在他店里面不走 然后就在那边风吹在那边 啪啪啪啪啪啪啪 喔喔喔喔喔 跳来跳去跳来跳起 好高兴的 湛来湛去 整个晚上那块铁板就在他店里面 跑eman隔天去整个打string 每一台车都被砸爛 没有一台好的 然后像台风天我也发生过 以前很久以前 我记得之前有盘给同行一台 那个ooooo 你知道吗 那時候買piece還路上很多的時候 買餘器之後我就一直催那個同行 我說你買車快過戶了 那時候都不過戶 他說不是小事不是我不過戶 車颱風天有沒有 我停在公司旁邊就被樹壓扁了 從A柱壓下去 他說現在在修 修好我一定就馬上幫你過戶 所以你像我們這種車行 有時候保險有些保險不一定會乘坐 他們大部分乘坐都是會 只讓你保辦公室裡面的東西 辦公室外的東西一般不太乘坐 做什麼保險你知道嗎 所以通常以前我們在做車行的時候 通常大部分比較小心的二手車行 他只要遇到這個颱風來之前 就要很頻繁的把車移去一些停車塔 現在比較安全的其實是停車塔 不是移去停車場地下室也危險怕淹水 以前會淹水 所以大部分都會移去那種停車塔比較高樓的 對啊那我們這邊是還好啦 我們這邊幾次的颱風起來 還沒遇到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這邊的地勢應該算系值比較高的 官網不會再被灌爆了吧 我現在更新我就不通知了 因為我每次一更新在FB說 我更新了然後全部都衝去 媽的點爆 我受得了 所以現在更新我就比較不會在FB通知了 你們有找車的就有空上去逛逛好不好 三不五時都會更新 今天下午又有更新 而且我已經不侷限在什麼時間更新了 不告訴你們了 大家不知道真的有要買還假的要買 你知道我那個已經弄到那個 我們幫我做網站的那個公司 打來跟我說小師不好意思 我幫你介紹還是你要不要換更專業更大間的那種網路公司來幫你處理 他說我們已經很盡力在做了 可是你們流量真的太大了 他說瞬間流量有超過兩萬 我說我才不相信這兩萬都是要買的 我就不覺得有那麼多人來買車 你知道喔 我後裏不要理他們 那個大家有的只是上來晃一晃而已啦 最好是這兩萬的全部都是要上來買車的 我才不相信耶 他很自責你知道嗎 跟我道歉說啊是不是我就不跟你收錢還是什麼 好你要不要換一間大間一點還怎樣 我說沒什麼陷了 不用煩惱我先跑跑看 要不然他本來問我要不要換肩 我講過很多了啦 報價低會有很多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沒興趣嘛 可是你夠便宜我就買嘛 要不然我不太想買啊 第二個就是人太激巴嘛 問的方式還是怎麼樣 懶得跟他講嘛 有的人問完有沒有打個問號 看到那個留言就堵懶堵懶 你就隨便回一回也有可能嘛 那第三個 有可能那時候比較窮嘛 你一台寶石節啦 動輒一兩百萬啦 你隨時來 我就隨時要有一兩百萬來 我現在我就沒有預算買你這台車啊 我錢不是無限的耶 我沒有負爸爸耶 我可能這陣子車買的多 錢變少了 來一台沒什麼興趣的 隨便抱一抱 夠便宜我再買不夠便宜我就不要買 這個社會就這樣嘛 對不對 有錢不想買的最大嘛 你到公司也一樣 你不想幹的你最大啊 老闆算什麼 那客人 我們買方市場賣方市場一樣意思嘛 今天你有錢 你到不管去看新車 你不管去看二手車 你如果沒有這台車你就行車出錯了 他開三十萬就是要二十萬好不好 沒有啦 這�ünnel康二十萬買的 有沒有 老闆就是這樣講 沒有算了我再看看啊 選我的車你的 我想買就是二十 沒有沒差 我沒車我也沒關係 對不對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好吵 好什麼的 這本來就沒有一個一定的數字 這講好多次了 我相信每個人出去消費也會有這種感覺嘛 啊這個東西我覺得 五十塊我再來買 啊80我沒興趣 這個便當賣120校 我八十我才摸吃 本來就你錢在你身上 你想要怎麼花 是你的這個自由嘛 對啊憑什麼商家 我就一定要最高價收購超高價收購 啊我常時我在那直播告訴你 小事全台灣省最高 我們也沒有用這個在訴求啊 我什麼時候講說 超高價孤車 你們出去路上看到那個車行 每個都超高價孤車 最高價孤車 全省最高價 全台灣最高價 世界高超級高物體有夠高 每個都這樣講 講都沒有這樣講 啊真的都最高 我們也沒有這樣講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還好啦 這個我有看到那個 我覺得沒什麼好回應 我甚至連把他寫在今天 直播要講的那個提示 我都連寫都懶得寫 什麼人有那個以前PT也有很神奇 你知道嗎 他寫了一大篇文 說什麼小事給他孤車 不知道是給他什麼 報50 然後看到車出40什麼什麼 我什麼時候看過這台 B&W E系列 哇寫的像真的一樣 戴個粗框眼鏡 什麼這邊有一顆字 說去給他孤 說什麼 反正意思是蔡杜瑋很屌 還是怎樣我也不知道 然後說什麼 我跟他報50萬 結果去看只跟他出40萬 我心裡想說 我經常出你看過你這台車 我就沒有孤過 我最近都沒有孤過118 為什麼你寫的跟真的一樣 然後後來 我就問他你幾月幾號 我幾月幾號去跟你孤的 結果他媽好險 我手機那天有那個 紀錄 我幾月幾號我還在家裡拍照 因為那時候剛好我在健身 我健身 每天我都要對著鏡子拍一張照片 我那天剛好他講的時間 比如說他說 我10點半孤的 10點半我剛好在家裡拍了一張照片 我手機裡面就有 我說你如果沒有說清楚 我家裡的那個監視錄影器 也掉得到我幾點出門 對不對 打官啊 電梯啊 我們樓梯間一定都有監視錄影器 對不對 你如果不那個我給你告 你說得很厲害的 對不對 就沒了 好啦就算啦 我報50跟你出40又怎樣 啊我就想要跟你買40我看到你的人 我就覺得要扣10萬 車沒問題啊 車很漂亮看我看你的人 我就躲爛 我就想跟你買40就好了 你知道嗎 有時候會這樣嘛 就是我看到你的人 我很不想跟你做生意 可是啊 本次但大你知道嗎 就是哦 本來想大聲斥責 可是真的太大了 我本來看到你的人 我就不想跟你做生意 可是如果40萬 好吧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嘛 對不對 很簡單的 杜利啊 這有什麼好說的 反正孤車的大概就是這樣嘛 好不好 那個沒有一定啦 車是你的錢 是我的 我多少要跟你買 你多少要賣我 不是啊 不是只有買方的問題 賣方的問題 哦 你看到我讀了 你也可以不要賣我 對不對 哦 本來50萬 哦 小吃我來講 人家出那個50萬 小吃你家出53萬 但是我看到小吃 我看到小吃 覺得我跟你賣 我看到小吃就倒楣 我寧願不要賣你53 我要去賣那個50的 那也是你的自由啊 對不對 憑什麼買車的人沒有自由 賣車的人才有自由 小吃人 今天看到一個新聞說 3不52讓車子跑一下高速 這樣對引擎比較好 有這個道理嗎 也是有啦 其實是這樣子啦 這個東西 這樣說是有一點比較廣泛的說法 我覺得車子本來就是要開啦 這是真的啦 我舉過一些比較粗淺啦 比較粗淺的例子 車上有很多電子的零件 你放在那邊 台北氣候也潮濕 有時候悶熱有時候潮濕 有時候也是停在地下室對不對 那你也知道喔 你看像家裡的電視電器設備一樣 電腦也一樣 你每天開反而不會壞喔 但是你久沒開 放三個月怎麼壞掉了 你知道電子零件 很多設備 其實它怕潮濕 甚至機械也怕生鏽卡住 那你必須要讓它持續的有這個運作 發熱 發熱之後呢 也會有一點點的這個排濕的效果嘛 然後再來一個 你有車子機件有在轉動 才不會生鏽卡住的嘛 跟人一樣嘛 你維持同一個姿勢久了 你的骨頭就 濕濕嘛 潤滑液跑不進去嘛 會澀澀的嘛 對不對 澀澀的破壞的嘛 不是啦 沒有在哪裡痛啦 就會不舒服嘛對不對 所以要動嘛 人也要動啊 你人也不可以每天都靠在那裡 都沒電動也不可以啊 還有一個輪子也是啊 你輪子如果長時間停在一個點 壓著 車子一頓多一直壓著 輪子的四個點 你那個輪子也會變形啦 所以你要讓它滾動啊 引擎發動讓它發熱啊 油 潤滑跑一跑啊 這個應該用稍微比較粗淺的一種 生活小常識來想一下 應該就蠻合理的 車子應該是要動一下是比較好的 那是不是一定要到高速 我倒覺得 也不一定啦 但高速有高速的好處嘛 因為它 比較不會產生雞嘆嘛 這個應該是OK的 OK的 有車商實測里程 停止器會騙到變速箱 我有看那個啦 我有點懷疑了 可是我不能那個啦 因為我也懶得買回來實測 人家實測我再買回來實測 還是再去打破人家 那個不是很奇怪 就算沒有打破 實測真的有騙到變速箱 那就變我學人家 呵呵呵呵 其實我在看的時候 我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我的理解裡面 我不知道線上有沒有一些工程師 有學這個理科的 就是我覺得 插在儀表板上要騙到變速箱電腦 甚至要騙到鑰匙晶片鑰匙的電腦 要騙到車身的電腦 或行車的電腦 我的理解是不太有機會 因為你沒有關任何軟體進去 所以 我是其實有一點懷疑啦 坦白說 但我不是在說 人家有測試啦 人家是實測的 其實我看的時候 我也是有一點想要試看看 但是 想想去學人家拍這個好像也很奇怪 我知道啦 總結也是詐騙沒有錯啦 只是我本來 因為我之前的那個直播上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說我不覺得那個東西 靠這樣一塊晶片可以騙到整台車的電腦 我的理工基礎沒有辦法理解啦 也許我的認知太出錢也有可能 對啊 只是我也沒辦法再拍了啊 人家都拍了 對啊 我去拍那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反正就重點就是覺得那個東西就是詐騙嘛 其實他拍這個影片 不管有沒有騙到電速箱電腦 或是甚至變速箱電腦以外的 我剛剛講的鑰匙的晶片 門鎖的 車身的 甚至有大燈的晶片 等等等等 我的理解不可能一個晶片就能夠破解啦 那小小的一塊 那原廠你看 你怎麼看一個晶片 你就把整個電腦的系統 欸那個系統沒有那麼簡單耶 你國外 你要去破解原廠電腦 要很大的電腦資訊量耶 比如說每一次當車廠出了一台新的車 那他們出原廠電腦 因為原廠電腦很貴 所以大部分的那個修理廠都會去買什麼 一些大陸的破解版的 通用型的 行車電腦有沒有 可是你要等啊 你要等大陸那邊破解啊 那要等他們破解代表沒那麼好破解嘛 要去進入到系統裡面 然後要去讀取他的一些數據什麼 甚至要可以修改 那個需要時間破解 那就像以前的PS PS2 對不對 你要台片你也馬上單人破解啊 對不對 以前Sony一直在跟這個對抗有沒有 用很多一直在用很多不一樣的這個 索碼方式 就是怕這種台片破解 用很多的方式啊 可是就一直破一直破有沒有 我的理解是這樣啦 對阿發不管怎樣 我覺得相信他拍這個影片 也是採取一個正面的態度 跟大家講 有這個東西 不要去用這個東西 這是詐騙 這個至少這個出發點是很好的 那至於說到底能夠騙多少東西 這個可能就真的要實驗才知道 所以我認為要騙那個儀表板的數字是比較簡單的 有新人士使用里程停止器 收車會不會有被騙風險 我跟大家講過了 被騙我就告他詐欺 因為買車也會簽合約 你為了賣一台車 然後多賣個幾萬塊 被告詐欺 有前科我覺得不是很值得 你像不管我們收車或是賣車給客人 我們在合約上一定會註明里程 我交騙你的時候里程是幾公里 我跟你買進來的時候 你交給我的里程是幾公里 那很簡單嘛 一翻兩瞪眼 我查出來有問題 我就找你啊 就這麼簡單而已啊 對不對 年齡停止 沒有啦 我們這邊只有這個時間停止器而已啊 你只要為這個按鈕啊 你如果看有雜貌有沒有 比較辣的 錢比較少的有沒有 你就這樣按下去 按下去 哦不是 不是我不動哦 按下去是別人不動哦 二手車建議貸款嗎 有配合貸款嗎 我們當然有配合的啊 建議貸款嗎 很建議啊 因為現在貸款利息很便宜啊 貸款跟信用卡一樣 他是可以讓你 你用的對的話 他是增加你的生活品質的東西 那你用的不對 你做超出自己預期的 能力範圍所及的事情的話 哦 那他就變成是這個損害你的生活品質 貸款這個東西是 需要好好思考 好運用東西 你可能可以用一樣的自備款 去買到更好的東西 你用一樣的 你準備的 存了這麼多錢 你可能只能買一台 我舉例嘛 十幾萬的車 那你利用貸款運用得宜 那你的生活品質 你可以買到三十萬四十萬的車 你的生活品質就提升了嘛 對不對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貸款的部分 好不好 因為我遇到蠻多這個人來問 譬如說啦 他說他現在生 他跟我說他現在還有背負責這個信貸 一個月薪水大概三萬多塊 他說他現在信貸大概一個月要繳一萬塊 然後問我說有沒有一個車子 請問一下他如果跟我買車的話 可不可以整合他的這個貸款 好一直就買一台車 把他的信貸也 轉移到車帶來一起繳 那我一聽我就知道這一定不可能 第一個 你的信貸 你三萬多塊錢的薪水 光一條信貸已經佔據你薪水將近三分之一了 好 因為現在人 他的你需要付出的錢太多了 對不對 你三萬多塊你還要吃飯 你要繳電話費 可能搞不好你租房子還要租金 對不對 還要幹嘛的 那基本上 不要說我們是銀行啦 假設你們是銀行 你們想想看 一個人他三萬多塊 他現在已經要繳一萬了 那你要再買一台車來背一個車帶 你是銀行你願意借他嗎 好這是第一個啦 那他現在意思是說 可不可以來跟我買一台車 然後這台車來抄貸 多出來的錢 把他的信貸還掉 然後他就有車開 然後他就只要繳一個車帶這樣就好了 簡單講就是這樣 這個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抄貸 好我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跟買房子一樣 以前買房子可以抄貸 有沒有免自備款 以前買車子也可以 抄貸 那後來因為這個 自從那個雷曼風暴之後啊 所以現在銀行在正常狀況之下呢 不管你買房子買車子 他都希望你至少要準備一成以上 甚至兩成的自備款 這是一個正常的狀況 那我跟大家分享過 什麼叫做不正常的狀況 他有可能是這個 非常冷門的車 他就有可能什麼 銀行認定價格低於市場價格 比如說銀行覺得那個車可以貸款四十萬 但是外面在流通這車可能只有三十萬而已 那就什麼超貸十萬 簡單講就大概就這樣理解 很冷門的車有可能 或者是一些不好照顧的車 零件比較貴的車 比如說以前的雷諾也做得到 以前的一些這個美國車也做得到 以前的計程車改回來也做得到 計程車的價值 比一般的車價格少了十萬 但銀行不知道你這台車曾經是計程車 所以他就多見你十萬了 比如說這樣 所以這都是一些很特殊的狀況 還有一個特殊的狀況 車況很差 里程很高 有碰撞過大撞過 隨便嘛我們講 好今天 今天假設這個 我的這個 CHR好了 假設我賣75萬 如果今天他大撞過 撞到Y7牛巴 全都變形安全信仰全部炸開 還有帶血跡在裡面 我可能只要賣50萬就好了 對不對 銀行還認定我可以帶70萬 我就超帶20萬 有故事的車 你們以前一定覺得很奇怪 以前人家說熊貓車開開 那時候不是很流行 人家在想說方向盤會掉下來什麼 怎麼還是有人買 怎麼路上還是有 我說以前現在當然沒有了 那是因為那個車可以超帶 你知道嗎 有嗎 很多啊 那是怎麼都有人在買 台塑二號嗎 T10就算了 連台塑一號怎麼也有人在買 你知道嗎 台塑一號就是比較大台轎車那種有沒有 那個都是超帶車 你又想說幹怎麼會有人買那個車啊 就像你們會講說 怎麼會有人買大壯的車 怎麼那個車里程已經二三十萬公里還有人在買 明明就調表車怎麼有人在買 怎麼那個車明明就當過計程車有人在買 就是有人在買啊 因為他低於市場價值啊 第二個他可以貸款夠高啊 免自備款啊 當然有人會買 我告訴你 ショック的一部頭啦 這個是一個車界的治理名言 ショック的一部頭 便宜就是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好那我現在已經跟你們講了 可以超帶 可以全額而待 的這種機制會發生在什麼狀況上面 那當然有沒有好的 有好的啊 就是你的財力很強啊 五十大三十大企業 你的財力最好 不然你財力最好你有需要超帶 所以說當這個客人來問我的時候我就說不行 他就說可是我去外面問 他都跟我說可以 我問了三家三家都跟我說可以 我說對啊 他一定會這樣回答你的 他一定會跟你說可以啊 你知道嗎啊不說可以你怎麼會來 我先說可以你來的再說嘛 再處理嘛 再看看你怎麼處理 看看你你的個性啊你的智商到什麼程度 我在想想看要怎麼料理你啊 但是你要先來嘛 就跟去柬埔寨一樣 你先來再說嘛 先去再說嘛 哈哈哈對不對 你不去 你不來你在那邊一直跟我傳訊息沒有用嘛 對不對來嘛 你先出來跟我喝杯咖啡嘛 我跟你講一下詳細多爽 對不對啊你不來 在那邊訊息問一大堆有個屁用 對不對是朋友就先來嘛 哈哈哈類似這種感覺 一定要說可以的啊 那為什麼小吃你不說可以 我沒有那麼閒 哈哈哈 對啊不行就不行啊 沒有啊其實說實在話啦不是很正統的東西啦 那以前當然我們也許一直到現在都還有啦 其實有聽過很多的案例 他可能你來了之後他覺得你真的很缺錢 你真的很想買這台車 我也遇過很多這種狀況啊 先賣你一台不好的車帶到緊繃 甚至抄帶以後呢 不夠的部分呢再帶你去錢裝借 其實以前都很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現在一定還有 你想想看喔 我假設一台車50萬你想買一台車50萬 然後你說你沒有自備款 那我剛剛講自備款一成 就大概5萬塊 你連5萬塊都沒有 那我先跟你講可以全額帶 你不用準備錢 我這台車50萬讓你牽走 你就去了 那他先幫你帶到緊繃45萬嘛 銀行正規的銀行只能借到45 那中間缺的5萬去哪裡借 去錢裝借啊 對不對 那你不就免自備款 我幫你分成兩筆啊 那不要講錢裝啊 我幫你找融資公司 政府立案 欸我們也是打廣告 我們常常在這個 加油站的衛生紙啊 盒子上面我們都有 我們公司其實規模還蠻大的 還是劉媽媽 師媽媽 陳媽媽 對不對帶你去找一下 我們這個是這個 婦女放款嘛 安全可靠 對不對 我們這個是家庭放款 不就5萬的東西嗎 要累這5萬應該沒困難吧 類似這種感覺啦 其實我覺得 那個也不能說不正常管道 那也是一個正常管道 可是只是站在我的立場 我覺得說啊 你買一台車已經買的這麼辛苦了 對不對 那回去你還 你怎麼養對不對 你也不好養啊 這個通常我們就是 柔性勸導啦 跟客人講 因為客人都會講說 別人都跟我說可以 為什麼你都不行 我比較弱吧 哈哈哈 還有還有這個也是一個案例喔 他有跟我講 車行名稱啦 可是我忘記哪一間了 我認真忘記是哪一間 反正聽說也是蠻有名的一個車行啦 他也是網路上查 口碑還不錯的車行 然後他就是說 他可能去跟他看了一台車 這個也簽約了 然後也 付訂金了 買了然後結果後來呢 隔了一兩天呢 這個車行的業務才跟他講說 這個不好意思喔 因為這個 好像是他們主動跟他講的啦 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這個 林先生齁 這台車齁 我們這個 在幫你做複驗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車 換了一塊葉子板這樣子啦 那這個部分齁 我們覺得很抱歉喔 可是怎麼樣 他就一直說明齁 我們還是秉持著這個 透明的這個 還是得跟你講一下說 這個葉子板有換過 他說啊 只是曾經我那時候問你說 都跟我說沒有呢 你現在我都已經訂車隔兩天了 都過好戶了 你才跟我講說 換一塊葉子板 他說啊 沒辦法齁 這個我也可以隱瞞你嘛 對不對 我不講你也不會知道 你可能錢都給我回去 你才發現 那我覺得我們做生意 不是這樣 我們一定要提早告訴你這件事情 但我們公司很願意補償 因為我們疏失嘛 那不然這樣 我們這個 免費贈送你一台行車紀錄器這樣 好就類似是這樣 詳細的我其實也不太忘記 架構上是這樣 那他就可能就好來跟我講 對方沒有給他檳榔成什麼 沒有真的是沒有 對方因為畢竟他也是要 講求這個平價的公司 他不可能是檳榔成那種做法 他也是好好的去慢慢的說明 就是我們賠償給你啊 什麼什麼 慢慢的說明 客人可能就 我覺得他也是想抱怨啦 他的意思是說 他覺得他被陰了 可是他還是要去交車 那這一點我聽了我就有點 可能是我不太想理這則訊息的原因之一 因為我覺得 你可以堅持啊 你為什麼不堅持咧 你合約當初簽署就是沒有換葉子板 就是跟你說原版件嘛 那現在有換版件 你可以不要交啊 你可以不要買啊 但是他表明說他還是會跟他買 他覺得被陰了 但是他還是會跟他買 那就代表你已經接受人家的補償了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人家說他願意補償給他 跟他說明跟他道歉 願意補償給他行車記錄金 那你也接受了 所以你去交車嘛 那有什麼好講 你們是雙方合議了嘛 也許過程當中有瑕疵 你不愉快嘛 但我覺得你們雙方已經合議了 你已經覺得你被陰了 你還是要跟他買嘛 那我有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你交一個女朋友 你們已經合議 台交女朋友合議 兩個去處理啊 我有什麼好說的 哈哈哈哈 比如說嘛 我在旁邊發燒 加油這樣 哎哎哎哎哎 那角度不對下來一點 那不對不對不對 欸不行 九潛一身 九潛一身 你不能一隻一隻身 不行 不行嘛 沒問題嘛 對不對 好不好 不會啦 我很乖的啦 真的啦 我就乖乖的做好 我應該做的事情就好 所以我不會去講說 是哪一間怎樣 我也沒有在危險總金 真的有這個事情 我的訊息裡面真的有 他也真的有講哪間車行 不是我們在編故事 真的就有 那我相信這個每天都有在發生 我也相信 那我還是講 每天在發生不是每一間都這樣 哎我真的很開心 我跟你講我 那一天看到那個 有些 朋友車行 現在都已經轉型了 實車 實途實駕 都轉型了 真的很值得鼓勵 你知道嗎 因為就代表說 我們這樣子不斷的宣導 還有一些其他的這些 有在拍片的一些車行啊 甚至沒在拍片的 他可能很努力的在 宣導這一些 買二手車的一些 妹妹會出事情的地方 有成效嘛 所以現在有一些 都覺得轉正 轉成這個實車實途實駕 不釣魚 不他媽那個 話術有的沒的 對不對 我覺得這很值得鼓勵 雖然有時候有的我們一看你笑笑 你現在也要做這樣啊 我其實有時候很感慨你知道嗎 就是我這一路二十年的過程 我看到很多人用騙的賺了很多錢 那個住豪宅開豪車的很多 那我們因為不懂得騙不敢騙 所以我們就一直這樣子走 然後因為那時候資訊也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他們賺了很多錢 那時候我們就賺不到錢 然後現在呢 欸資訊比較發達 我們也稍微好一點了 人家就轉型了 換個店名啊換個招牌啊 現在我們現在實勝實途實價 有的沒的有的沒的這樣有沒有 一方面我覺得也很開心 就是看到這個行業大家都往正向去走 那一方面又覺得 好賺壞賺都賺不到 所以有時候其實也很感慨你知道嗎 這個也就是業界的一個發展 這就是這樣沒辦法 也是好事啦 對消費者來說也是好事啦 然後再來一個 我們之前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 之前我在這邊道歉過嘛 我們也是簽約了之後 後來才發現葉子板也換過 啊門我們那時候是個門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這樣嘛 我們發生這樣的事情以後 我覺得這樣才講簡單 這個是叫做 預謀犯案的 跟不是預謀犯案差在哪裡 客人也是一樣跟我簽約付的定金了對不對 後來才發現換那個門對不對 那怎麼樣證明我不是預謀的很簡單嘛 我們有給客人選項嘛 我把錢全部還給你 我還補貼你包一個紅包 補貼你的車碼費 我記得要補貼兩萬三萬是不是 你從日本飛過來都夠了吧 兩三萬你從日本飛過來都夠了吧 就代表什麼 我隱瞞你 對我來講是沒有好處的 我還虧了車碼費給你 我還浪費了這些時間 所以我不是預謀的嘛 我如果是預謀要騙你的 我就不用做這件事情了嘛 那怎麼樣說我是預謀的咧 就是我一直說服你 說啊真的對不起 我真的我們真的不是有意義的 我不是客人 不然我們補償你一個行車紀錄器好不好 啊真的很抱歉 這個是我們公司的出錢怎麼樣怎麼樣 他完全沒有要還你錢的意思 可以把它領解成可能是預謀的吧 好有沒有一點這種感覺 不要不要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啊 害我被老 可是你也不要退車啦 害我被老闆罵啊 我這樣對老闆沒辦法交代 我很需要這個工作 我家裡齁 有兩個太太一個小孩 不是啊一個小孩兩個太太 不是兩個小孩一個太太 對不對要養 啊真的拜託啊 陳先生喔我真的 我跟你講我媽媽最近又這個身體不適喔 住院啊 我兩個小孩最近要開學要繳學費 你這樣子跟我退車 你會害我被公司老闆裁員 我還要自己貼我要賠錢 這個錢是我自己要賠的 對不對 他如果一直想要說服你說去接受他的方案 不然我自己我自套藥包 真的不能讓公司知道這我疏忽 好我自己這個拿錢出來補貼你一台行車紀錄器 有的沒的拜託你能接受這台車真的車況很好啦 只是說那個是不小心擦傷換了一個葉子板 真的沒怎樣 車子引擎你也去開過了 引擎變箱很順冷氣超級冷 而且我跟你講這個車你買回去一定會幫助你賺多少錢 因為前一個車主就是因為開了這個車之後去換BMW 最新的這個iX對不對 所以他才他就是賺到錢 所以你開這個車你運氣很好 拜託你為了我的老婆 為了我的小孩為了我的家人媽媽爸爸 為了你自己以後要升官發財 你一定要買這台車 那葉子板的部分我自己套腰包補貼一個行車紀錄器給你 好拜託你啊 陳大哥拜託給我買這台車 喔 對就是這樣好不好 所以那個真的有差別 你從後面處理事情 你的一個方式跟態度 你大概就知道 搞不好他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我跟你講也不只一間 這是這個客人剛好有來跟我們講 直到最後喬一喬湯圓搓一搓 就算了啦 這個客人可能是因為搓完了他又覺得心有不甘 然後就想說要跟大家分享 他是好意 就是請我這個直播跟大家分享這個事情 可是我不能去公佈那個車行 欸我最近很喜歡看那個 有一個那個 好像剛升高中一個小弟弟都在講那個 空難的你知道嗎 我每天都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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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叫哥布林吧 不是我為什麼會講到這個你知道嗎 因為我要跟他分享其中一個好像是日航吧 日航吧 123號搬機的一個空難事件 他這個空難事件的這個 發生的一個原因是在於 欸我們的ANA勒 阿代 在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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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會對他們不近吧 我只是說明一下而已 我跟你講他不是少了一排卯丁 他那台車他那台飛機 有一次呢 在那個降落的時候好像仰腳太高 結果不小心去插到這個屁股這個地方 當然之後沒發生什麼事 可是這個地方就要修了嘛 這個跟車是有關係的 然後仰腳太高 屁股去摩擦到地板 造成他這個下半部喔 之後就用接的 我擋起來 哈哈哈哈 我在講日航 我只是在比喻這個部位而已 好欸欸最棒喔 然後呢 他屁股那個地方之後就修復嘛 修復他就是用接的 可是他接的方式很奇怪 他接的方式怎麼接你知道嗎 他要把這塊板子跟這塊板子接起來呢 他中間又夾一塊板子 那正常這塊板子要接這塊板子接起來呢 他中間夾了一塊這個 好比如說這樣 這樣把他接起來 正常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不是喔 他又多接了一個 好不管啦 反正他就是他就用接的 就是用鉚釘去接 久而久之 飛了幾年都沒事 但久而久之 那個鉚釘接的部位 金屬疲勞 最後就拉開 拉開以後他整個那個 後面那根叫什麼 我不知道 反正就飛走 整個屁股那個就飛走了 好那中間這一根 他是在維持 飛機的平衡的 對他多接了一個 他用兩塊去接就分開 中間用那個膠打起來 反正就是他接沒接好 所以他這個就整個噴掉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平衡 好簡單 我就要跟大家講說 很多人會問 為什麼不要買 結構受傷的車子 為什麼不要買 事故過的車子 好上次我們有一台Wish有沒有 計程車那台 不是換後葉子板 那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他切切切切切切切 然後再接上去 用那個膠 縫打起來 因為那個地方已經 強度跟原廠強度已經不一樣 他被切過又接上去了 所以你現在開沒事 不代表以後沒事 這第一點 第二點你下次再遇到 事故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能夠承受 相同的碰撞力的那個 結構能力了 好簡單講 譬如說這隻奧斯頓馬丁 這隻Swift 有啊 這隻Swift 假設他屁股曾經被撞過 梁都彎了 又拉出來 或者是後葉子板 切掉又接上來 等到下一次呢 你在發生一樣碰撞的時候 不好意思 這個地方的耐受力 已經不如 修復之前的一個耐受度了 你車頭如果假設 曾經遭受過撞擊 凹進去凹一半 引擎蓋的一半都凹掉了 然後你現在把它拉出來了 該接的 該換的板件都把它換掉了 問題來了 你下一次再一樣的力氣 車頭再撞到 不好意思 一樣的力道他可能撞到前檔來了 他已經沒有辦法再承受一次相同的力道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就是事故車的一個 就是他的一個差別 所以我為什麼要利用這個飛機的這個 我最近在看的這個飛機的事件 聯想來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前大梁換過一樣 假設你太嚴重 就變成切掉再燒上去 下次再撞到絕對從 燒的那個地方斷掉 很簡單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一定是由它斷掉的 你原本一隻大梁 假設是一個管狀的結構 你看我這樣一張紙有沒有 他是好好的紙 那我把它捲成一個圓桶 好假設他就是一根大梁 其實他現在是有一個耐受力的 假設這個大梁一撞彎掉了 然後你現在用板金機器把它拉回來 再把它做回原來的樣子 那不好意思等到下一次 你看到這裡我雖然剛撞過已經拉好了 這次輕輕的他就折彎了 所以拉過不行 那更何況是接的 你本來剛剛一張紙一個管子 你現在變成斷掉了 然後你又另外找一根管子來把它接起來 中間用這個膠水把它黏起來有沒有 當然如果以鐵來講是用燒的 燒起來了外面補土喔補坪 你外面看起來就跟整隻是好好的是一樣的 問題是你下一次車頭再撞到 這個梁啪就從這邊斷掉了 一定從接縫斷掉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理工的道理而已 結構的道理這沒有很複雜吧 我還是強調說不是完全說就該報廢不能買 我覺得要告訴買家說這裡是這樣 所以這個算是有事故過的車子 外面賣50萬我賣你40萬能接受你再買 不能接受不要買 現在其實沒有這個立法強制 現在都是保險公司在講的 保險公司覺得修的不划算 就強迫你一定要報廢 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我倒覺得也不一定是立法強制報廢 應該是要再進行個機制說 你修復完成之後 你還要再去驗車 我覺得我們是民主的國家 我不能強制你說 你這個房子不行了 你一定要把它這個推倒重蓋 當然你會影響到別人危險 是一定可以強制 但我意思是說你可以修 你修好再來讓我驗 我驗車通過到一個程度 還是可以繼續使用 這樣就好了 我車子撞爛了 可是我捨不得 那是我誰誰誰留給我的 我以前跟我們這個小孩的回憶 都在這車上 我想把他留下來當然可以 對不對 那你就再來驗車 板噴要告知嗎 算事故車嗎 不用啊 板噴不用告知 板噴沒有人在告知了 這個啊這個順便 這個順便跟大家分享 這個我也遇到很多人 來問我 我的經驗 台灣的車子 甚至我們再縮小一點 台北的車子 因為我都在台北買比較多 我經手過的車 基本上兩年以上 整台車偏偏要你說沒有版考過 我覺得只有10%而已 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只有10%而已 也許有人覺得高一點 20%也沒關係 反正一定是少數 我說整台車都圓期 一定是少數 多多少少都有幾個地方 曾經考過期 我已經講得很保守了 其實我本來都講一年以上 我覺得幾乎80%以上都 都考過去了 我保守一點 然後兩年以上 我覺得不要說80% 70%也一定有 反正我覺得 整台車圓期的是少數 你摩摩摩到路到 聽到路邊 你看之前人家開門 沒有你看 空空空的 好然後再來一點就是說 這個對於車子的 有考期過的話 其實 嚴格來講 其實它不是算事故的一種 因為會造成考期的原因 真的太多了 它並不只是事故 對不對 被剖期 它就考期了啊 我就講啦 我馬沙拉地 我現在住老公寓 馬沙拉地停在樹下 林老師那個樹 會滴那個狗 你知道嗎 樹脂你知道嗎 你知道它那個樹脂很誇張 因為前一陣子是不是太陽很大 中午起來準備要出門的時候 它已經黏在我的漆上了 咬我的漆 咬我的膠條 害我現在 我的馬沙拉地 我去買了那個 半截式的那個車罩 因為它剛好樹滴的地方 都在我的引擎蓋 跟我的前擋風玻璃 反正我就去買了半截的車罩 所以我現在晚上回家 我就用車罩把車頭蓋起來 然後那個樹脂很特別 它如果滴在車罩上面 隔天 我看到那個車上有那個樹脂對不對 它如果黏在我的車罩上 很簡單就摳起來 可是它一旦黏在我的板筋上 摳不起來 它似乎已經跟它融為一體了 很奇怪 今天直播在這邊 謝謝大家 Ultra-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RODO 百年欧系刹車品牌 得您信賴 大家晚安 謝謝大家 呀